營運十五年之久的逐鹿市集 在一百一十年底租約到齊後 原本的少族文化展演活動就此停擺 为了不让想前来体验少族文化的游客扑空 少族文化发展协会与日馆处 一达少管理站再度合作 将管理站二楼闲置空间加以改造 建构以格拉宝为名的露台教室 预计在三月起正式營運 客人来没有办法进行到处营的话 那是不是又另外一种的抱怨 也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把这个很好的二楼的游客中心 借给少族来做一个叫做露台教室 那我们也希望吸引游客 可以多上来游客中心的二楼 因为游客中心二楼的景观 这个view非常的漂亮 为此少族文化发展协会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把露台教室布置得美轮美欢 同时也办理式营运 希望继过去的逐路市集之后 提供游客们更好的场域 来体验少族文化 主要还是以我们的传统文化 传统的工艺 传统的楚音 还有我们传统服饰 让大家来体验一下 当地的很丰富的少族的 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一达少游客中心二楼 紧邻一达少码头 游客们不仅可以 究竟体验少族文化 一眼望去 还可将日月坛美丽的 虎光三色尽收眼底 入台教室预计三月十一号起 正式营运 也将提供更多的少族文化课程 导览以及传统乐舞等活动 供游客体验 原始新闻NO 南投于池 采访报导